清光旭八年 西元1882年 新政府在银口盖起了炮台 它是清朝对外防御的军事要塞 在我们去看银口奇景之前 我现在看一下 时间还来得及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大清末年的 甲午战争残留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来进去看一下吧 其实我们银口西炮台 它最早叫的是银口炮台 现在你之所以知道 它叫西炮台 是因为它是在我们银口的最西端 它也就成为了你们现在所熟知的西炮台 所以改了名 对 重要的军事海防呢 我们银口西炮台 在当时也经历了许多的战役 是 对 例如有我们的甲午中日战争 日恶战争 抗日战争 现在呢 咱们看到的这门炮 它就是克鲁伯火炮 也就是当年我们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 它看上去非常的大 它的长是9214毫米 宽4940毫米 高2864毫米 它上下的调整扶脚能够达到14度 这个下方它也是有滑轮的 它说可以300对360度旋转 那我想问 它这个射程大概是多远呢 它当年的射程能够达到8300米 哇 这么远 对 也就是在现在的8.3公里 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西炮台最高的一个地方 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辽河入海口 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地方 它是大辽河 然后咱是往内侧深的部分 它就是要入渤海 我们现在看这个河海交界的地方 最远的地方就是咱当年200亿潮米 克鲁伯火炮的着陆点 大炮台是西炮台的制高点 它由台深 台座 挡墙三部分组成 你姐 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它这个材质 它是砖吗 你观察得很仔细 它这个并不是砖 它主要的材料是熟石灰 黄土 灰土 然后混合糯米汁 经过我们人工层层夯石而成的 咱现在历经140多年的围墙 依然可以看到它层层的夯土城 哇 140多年 现在呢我所带你来到的 就是我们铁炮区 这个小铁炮它这么小 那它怎么打得到外面的船只呢 它的射程是仅能够达到几百米 但是咱围墙上的小铁炮一共是有48门的 当它们齐发的时候 在咱水面上就会溅起层层的水花 然后给它们的登陆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哇 所以很多船只就搬船了 是的 那理解 我现在看到旁边这个 旁边这个它怎么看起来好像有点坏掉了是吗 因为呢咱这种铁炮它每发射完一门炮弹之后 是要赶紧用湿码布给它的炮筒进行降温冷却 如果降温冷却不及时连续发第二门炮弹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炸糖的情况 哦 它当年的射程是能够达到3000米的 3000米 哇 玻璃缸仿同雕像制作的清兵作战式的场景 第一组画面呢 清兵准备取我们炮弹时的一个场景 当时的炮弹长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铁炮弹它之所以会有大小不同 是因为它是会随着咱铁炮直径的大小 它的炮弹也会有所改变的 哦 对 尺寸都不一样 是的 现在咱眼前看到的模拟就是咱 当时的大围墙 哦 对 指挥咱这些炮手发炮的一个指挥官 我看旁边那个好像也蛮有意思 它手上拿的是一个火棒是吗 是的 咱这个铁炮啊 它后面是有导火锁的 哦 所以它就需要用它手中的这个火炬 将导火锁点燃大炮才能够发射出去 哦 原来 你想象一下 咱当时这个围墙的这个方向 展放的是一尊铁炮 然后这两尊官兵的雕像呢就是在给我们这个铁炮准备装炮弹的这个环节 哦 可以看得出来 是的 看到这位它是有点弯曲的 是的 李姐 我刚刚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中间那个炮 它这个炮的比划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火字旁的 这个为什么是石字旁的呢 是的 它是个一体字 它简单的意思呢就是将我们的石头包起来 用杠杆的原理用抛石机抛出去 哦 原来 原来这个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这就理解准备你的时间了 不客气会有时间下来银口玩 好了 拜拜 拜拜 距离观看银口骑警的时间我看一下 还有很多时间太好了 那现在呢我就要带着大家去看银口市 那晚一点呢带大家去看银口骑警 西元1900年 沙皇俄国以剿灭义和团为借口 出兵占领了银口 拆除了倒台衙门及吸泡台的兵营 修造了当时的俄国民政厅 也就是俄国领事馆的前身 这个建筑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风格呢 俄罗斯东宗教教堂的建筑风格 那这个旧址它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呢 这里面其实当天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王老师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 这个是一个镇门吗 是的 你看这个铁翼围栏 就是当年建这个建筑时候 原始留下来的 它是一层建筑 暂地有700坪左右 带有这个帐篷顶的建筑风格 我们俗称它叫洋葱头 洋葱头 确实 抬头一看 真的跟洋葱的头一模一样 是的 我发现我们现在这样近看这个建筑 它其实还是有一些蛮有特色的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它是一个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叫雨棚挂落 在门上面有这么一个雨搭 雨搭 但是这个是铸铁的 原始带过来的 这个是120年 一点没有变呀 120年 然后都长这样 对 王老师 我想问 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 这么洋气 这附近有没有其他建筑 也是这样洋气的呢 我们先往这边看 那个二城的侯庄建筑 叫牛庄游便局旧址 是日本人在英口建的一个游局 王老师 那我们现在要前往哪里呢 好 主持人 那么下面我就请你到那边去 看一看牛庄巨州部旧址 英国人建的那个俱乐部 好不好 好 好 好的 1915年 英国人在银口盖了俱乐部 银口成为洋人商会聚集的所在地 王老师 现在在我们旁边的这个就是牛庄俱乐部是吗 对啊 这栋建筑也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很有特点 您看一下 在这个建筑的一层 它是有半层在地上 半层在地下 我们这个建筑叫它半地下式建筑 我们现在很少会看到窗户是在下面的 是和地面取齐的 连在一起的 太特别了 我发现它这个上面 那边是一个像是阳台一样的概念吗 是啊 其实是两层建筑 然后呢 在外面有个露台 既可以起到阳台 也就是停台的作用呢 也可以坐连廊 来回走人的 哇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王老师 您分享这么宝贵的历史故事给我听 大家有机会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亲自走访一下哦 嗯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要赶快赶去看英口奇景 如果过了时间 就要等到明天了 好 赶快走吧 这座老街区究竟还隐藏了什么老记忆 是否可以打探夕阳坠海的相关讯息呢 英口不但有吸泡台 德国领事馆这些超过百年的古迹 就连老街都走过了百年风华 我们现在所在的脚下的位置 就是英口的辽河老街 是 那么清庸正四年 1726年这里出险规模 建峰11年 1861年正式的成为了 东北最外的第一家空山口岸 这边有一个这个一笑格 一笑格呢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标准的 当地的相声文化 八点钟我看看 我觉得应该来得及 我们看完英口奇景再过来 赶得上 我觉得 好 那我们就晚上来赶 好 据说你看前方就到了我们 延口辽河老街第一个飞机展馆 它的名字叫做辽南城市面树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延口的飞机文化吧 好 咱们来看一看这部作品 哇 这个是一个什么作品呢 这是一个面树百柴 哇 这是一个大白柴 完了和小白的组织在一起 正好是六十颗白柴嘛 而且陈老师 这个作品算是比较大件的对不对 对 是 面树以往来讲都是往小说为近 以往大发展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面树作品 真的很惊人 可是我看到好像后面那个 蛮漂亮的 这个是一个大柴 上面有五百个小柴 组成的 五百个小柴 对对对 哇 它真的 你如果仔细看 你会发现它非常有层次感 因为它这个绿色的柴 有深有浅 对对对 是 哇 最漂亮 而且里面最中心的那个大柴 颜色是最深的 对对对 你说我说的对吗 对对对 对它对写 对它对写 对 那旁边这个 这个我觉得也很漂亮 这是一个绿色的龙是吗 对对对 这是龙凤城墙 这个龙比较特别是 它身上有很多的花朵 对对对 这个花朵吧 就是我们在画 代表富贵 而且这个龙我觉得它特别漂亮 尤其它的眼睛 它眼睛上也有街毛 对对对 因为你不像化妆一样 你跟我的有点像 对 但是老师我想问 像这种比较大型的作品 在做的过程中 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技巧 首先每做一部作品 它要在原材料的配比上 一定要拿理准 因为确保它永远不能变质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创造作品一定要把信放在作品上 是 因为信具体会自己所创造的作品 经过自己的努力 都能把作品做好 对对对对 从陈老师的作品里面 我也感受到了这份感情在里面 是 我这个小作品就当作一个纪念品吧 送给您 喜欢你 喜欢 爱 还有这个特殊老师 你看这个小鸡 好可爱 对 大鸡大鸣 真的 对 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 也想占我一季 但是我没那么小气 这个我想说送给大家 如果你想得到它的话 就要仔细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会出题给大家喔